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新进行时 云端上的大桥上新了 贵州南部的深山峡谷 一座大桥正在凌空飞驾 平塘特大桥 三座桥塔耸立云端 最高一座桥塔达到332米 作为大桥最主要的承重部位 桥塔必须足够坚实牢固 那么 用什么材料建造 才能保证桥塔的稳固耐用呢 伴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材料 被运用到桥梁工程中 让现代桥梁的结构方式和承重能力 实现了巨大的飞跃 混凝土 就是其中之一 这种具有流动性 粘稠状的材料 就是混凝土 它在凝固之后 会变得坚固密实 连水滴都无法渗透 所以 它也成为平塘特大桥 建设材料的不二之权 从这个建筑行业来讲 它就离不开混凝土 你离了混凝土 你可能像那个高层建筑 你可能建筑不了 我们这个塔 桥墩 从基础到桥面 你都离不开它 但是 在桥塔修建时 总工程师季登桂却发现 要在这里 为其混凝土的常规材料 都难以实现 混凝土 油沙 大小碎石 水泥 粉煤灰 碱水剂与水 按照一定的配比混合而成 这些质地不同的材料 看似简单 对混凝土的粘合和凝固效果 却缺一不可 然而既登桂发现 别说平塘地区 整个贵州都缺少混凝土最重要的材料 河沙 黄河长江流量很大 然后它一直从上游把沙给带下来 贵州省它是沟谷里面的河 它都具备这个协杀能力 所以它就没杀 根据工程计划 平塘特达桥使用的混凝土 将超过25万立方米 用沙量至少需要8万2000吨 没有沙 平塘特达桥的施工 将无从弹起 从外地运 显然不现实 最近的河沙产地 在湖南 距离这里 超过800千米 从湖南运沙 耗时耗力 经济成本也高 眼下 工程团队 似乎只有一个选择 机制砂 机制砂 是一种由机器 将延时破碎 筛制而成的砂子 在缺少合砂的工程建设项目中 机制砂 已经成为合砂的最佳替代品 机制砂是拿块石 扎制成石子 然后再扎制成砂 因为贵州人家一直就使用了机制砂 我们从以前的项目 到了贵州以后再学习人家这个机制砂 用机制砂代替合砂 解决了材料问题 桥塔建设正式开工 但很快 问题又出现了 平塘特大桥的桥塔 最高达到332米 这也就意味着 建设桥塔顶部时 必须把混凝土送到300米以上的高空 按照常规方式 工程团队用混凝土贯车接上管道 利用大功率发动机的压力 将混凝土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高处 这种方式叫蹦送 平塘特大桥也是如此 刚开始一切顺利 可是当桥塔修建到260多米高时 工程师们发现 混凝土的蹦送变得越来越困难 到了我们这个项目要打到330 当时我们一直挣扎到260 最后打不动 现代建筑 高度不断超越极限 将混凝土蹦送上数百米的高空 也并非没有先例 但是平塘特大桥的混凝土 为何蹦送至260多米 就再也上不去了呢 针对混凝土蹦送力不足的问题 实验室立刻对混凝土的材料进行试验 发现问题恰恰出在极致沙上 如果是核沙的话 它混凝土合一性比较好 像我们熬粥一样 它那个粥是熬得比较粘糊的 那你也比较好入口 然后这个机制沙的话 它是棱角比较分明的 合一性差 我们那个混凝土输送的过程中 它和那个管壁 它的模组力比较大 机制沙 看似和核沙相似 但如果放大会发现 因为机器破碎的缘故 机制沙的外形棱角分明 不如核沙圆润 制成混凝土后 会增加与蹦送管道的摩擦 看来由机制沙制成的混凝土 很难蹦送上300多米的高空 那么是否可以用另一种方式 用塔吊将混凝土吊上高空呢 但是乔塔建造 每天使用混凝土超过100立方米 如果用塔吊吊 每次只能吊一立方米 每吊一次至少需要20分钟 这样的运送速度 不仅效率太低 更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混凝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渐凝固 半场到凝固 一般要控制到五个小时左右 天热的话 两个小时就不行了 该怎样解决 混凝土的运输问题呢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几个问题啊 两体的温度 对吧 记录好 反复思考 几经讨论 咱们做了很多努力 有可能那边 有可能转上做完了 最终 工程团队 调整了蹦送方案 采用两极蹦送的方式 对混凝土 进行接力蹦送 在位于180米左右的 桥塔塔柱的位置 再架设一根蹦送管 这样一来 混凝土到达180米后 再由新的蹦送管 接力送达塔顶 因为我们塔高是332米 然后我们在180米 桥面的位置 做了一次接力 就是第一个蹦 打到180米 然后第二个蹦 一直打到塔顶 几经周折 混凝土蹦送问题 终于得以解决 22个月的时间 建设团队 完成了三座桥塔的建造 但混凝土带来的难题 并未结束 接下来 桥面的铺设即将开始 全长2135米的 平塘特大桥桥面 是怎样修建的呢 工程师们将整个桥面 分成了95段 逐段铺设 首先要架设钢梁 作为桥面的基础结构 然后在钢梁上 铺设事先预制好的桥面板 最后再用混凝土将每块桥面板之间的缝隙 交住密室 这样便完成了一段桥面的铺设 公路 桥梁 帮助人类翻山越岭 跨江渡河 但是 每一条公路 每一座桥梁 根据车辆的通行量 都有承重压力的极限 平塘特大桥 是按照国家公路一级等级标准 进行设计建造 这意味着 按照这个标准 要求平塘特大桥的桥面 每平方米 至少能够承受5000吨的 实验室测试压力 那么 平塘特大桥所采用的混凝土材料 能否达到如此高的抗压要求呢 这需要一系列试验 进行检验 混凝土中 沙 水泥 碎石等原料的 掺住量不同 混凝土凝固成型之后 所能够承受的压力 就有所不同 为了调配出最合适的材料配合比 实验员会按照不同的材料配比 将混凝土制作成一个一个的试块 再进行压力测试 这是公路和桥梁检验抗压性能的常用方法 每个部位的强度等级都不一样的 每个部位的强度等级都不一样的 混凝土太稠了 对桥面容易开裂干裂 太稀了也不行 强度不行 强度不合格 材料也不一样 用的量也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每个强度等级的都要做 混凝土室块凝固成型之后 试验员会将它们放进一个潮湿的环境下 进行养护 等待着压力试验 检验它们的抗压性能 那么怎样才能测出混凝土的抗压能力呢 试验员将混凝土室块 放入一台压力测试机 它将从下往上 对混凝土室块施加压力 压力测试机上 有两个竖直显示屏幕 左边的竖直显示屏幕 显示混凝土室块所承受的压力 如果压力测试机上的数值 达到1125千牛时 混凝土安然无恙 则表明它符合大桥的建造要求 如果出现开裂 它将无法用于桥面建造 试验员启动了压力测试机 压力测试机按照一定频率 释放巨大的压力 挤压室块 而一旁的计算机 也将同步显示压力测试机 施加的压力 混凝土室块 能否通过这次压力测试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混凝土抗压试验 压力在不断增加 数值也随之不断变化 压力测试机的数值已经超过了1125千牛 混凝土室块依然完好无损 这表明它顺利通过了压力测试 但试验并未停止 工程师们需要知道 这个混凝土室块能够承受压力的极限 究竟是多少 混凝土室块开裂 但此时的数值 已经接近1500千牛 这已经远远超过了桥面承压的要求 混凝土强度完全符合大桥建造要求 大桥上 由混凝土和钢筋预制而成的桥面板已经准备就绪 这些桥面板将铺设在大桥的钢梁结构上 作为大桥桥面承重的主要部件 未来1140块桥面板和至少2万立方米混凝土 将组成平堂特大桥的桥面 入夜 桥面板的铺设即将开始 一夜无眠 彻夜的奋战 让一段新的桥面逐渐成型 桥梁正在高空不断延伸 平堂特大桥 从设计规划到现场施工 从材料选择到解决高空作业难题 每一步都历经重重困难 凝聚着创新基因的平堂特大桥 在2019年9月25日最终合拢 2019年底通车 届时 从平堂至罗电的陆路交通时间 由原来的三个小时 缩短至一个小时左右 平罗高速的贯通 将大大助力中国西南高速公路网的建设 帮助困居深山的村落 早日实践 托贫致富